歡迎各位觀眾再次收看我們的東周投資會 今天我們繼續有貫雲證券的投資經理方澤喬喬和Kelvin 跟你分析大市的走勢 最重要是解答觀眾的問題 今天恆市跌了232點 但今天的成交非常之弱 只有724億左右 收報是2869點 Kelvin你覺得全世界都在等候議息結果嗎 也是 看到今天的成交比較薄 第一就是香港都在等候議息結果 預計美國半離加息都沒有什麼走雞 因為美國通脹都非常厲害 看到CPI都升了6.7% 現在去到歷史新高 聽到嗎? 聽到聽到 看到CPI都升得非常之厲害 所以美國至少加半離 有傳會加75點子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因為現在在復甦期之中 美國來說 美國來說 其實要加息都一定要加 但之後會不會繼續加呢? 其實都要看回議息結果是怎樣 所以大家都靜候那個議息 但其實看到港股來說 除了禁約之外 現在內地方面 其實看到明天都是服使的 所以大家都看看 內地方面 明天服使之後的表現是怎樣 才會載到他們 所以今天其實沒有什麼人願意去入市 一來港股已經去到 大概 它借著21,000點 這個位置 已經是 其實港股來說 已經是 升到 其實接近 2200平均線 是近期來說 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大家也在看 第一 內地方面有什麼 策略 另一方面 看看港股有沒有機會破頂 我覺得 下的機會其實都比較高 因為其實 意識之後 美股 有機會 意識 我想 其實都不會怎樣好 去哪裡 因為也是會講 加息的週期 可能也會加息之後 那個步伐會加快 縮表那個情況 也會加劇 所以我覺得 美股 和港股 都有下調的空間 你要知道 港股來說 都受到外衛因素 影響比較大 少少 你看到港股 最近 在星期五角 抽了上去之後 就停了在大概 21000點 那你會不會 其實內地 其實服市之後 一起沽買港股 都還有機會 因為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很多時候 長假期回來 港股 即是升聚之後 其實 突然被一些筆水 沽下去很多時候 所以港股 有機會 回到20000點 這個水平 也都不奇怪 所以要突破 21000點 這個關口 我覺得港股 還有一段時間 五月份 一定是風高浪急 因為你說五月份 第一 首季業績 也都出了七七八八 也都反映了整個股市的走勢 第二 其實五月底股 也都會加息 加息 週期也可能會加快 所以在這幾個情況之下 港股的波動性 仍然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有些股值 現在比較高的一些股份 大家要小心留意 好了 Trouver 剛剛提到 上星期五 港股抽了一段 我們看回 主要是受到科技股的大動 上星期突然間 中央出了一些說話出來 突然間支持平台經濟 還有要撐平台經濟 是撐科網股 搞了科網股 就抽了大轉上去 那些人會覺得 會不會是監管已經完結了 你覺得科技股 現在是屬於一個反彈浪 還是真的可以轉勢 例如美團 其實之前都抽了接近 到10% 那最高 其實美團 在星期五來說 其實最高的位置 大概178元 才做不到 近2、3個月 已經升高 但見到美團 為甚麼會升高 好像你這麼說 內地會放寬 對科技股員 these 政策的限制 亦都这样说 如果给1%内地的政府入市之后 其实对他们监管的方面 有内地的官员坐进来的话 其实监管也算是顺畅一点 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都要有时间表 就不会一朝一夕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认为暂时来说 港股的波动性比较大 而且情况也反映得七七八八 其实上周来说 美团的非执董 红森资本的始创人 沈南鹏 减持 扣演62亿的资金出来 所以我觉得美团如果说单一只股份来说 虽然我之前都比较看好这只股份 你看到其实 但是它一定是先弹的 所以这只股份是比较快一步 但是已经升穿了50天2个平均线 我觉得它站稳的机会就不是太大了 也有少少超卖的情况 虽然今天也回调了接近4-5% 如果没有记错 164个平均线 就升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沽压还未然稳定 仍然有一定沽压 我觉得有机会去到150元 绝对不出奇 所以想收拾便宜货 就不会在这些位置买 有机会这个时候就比较 价格就比较高一点 去到低一点的位置你先买 因为始终这些是消息面 它不是基本因素 或者是业绩改善的 是整个大环境改善了 令到这些股份是抽了上去 为什么其他股份也不是抽得很厉害 例如阿里巴巴这些股份也不是抽得很厉害呢 虽然你看到京东其实也抽了上去 但是应声就回答下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消息面也查了七七八八 而且查了出去 而且看到股价都不是很好 查了上去之后很快就回落了 你看到京东来说也去到281元 现在就回到240元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调整了接近26% 其实在股低位那里有20%多了 所以这些消息面可以短期刺激到股价 但是中长线的发展 就是要有些实质的证据 我觉得整个板块才能够理好 你看到虽然内地说 股份有机会放宽政策面 但是你很多东西都可以监管科技股的走势 我觉得不单止是反动电化这一类型 我觉得都是没完没了 所以大家都是不要重信这些政策面的消息 因为其实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到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留意一下先了 就不会因为他抽了上去而去追入 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决策 就是如果抽了上去 你看到现在就已经在坐艇了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 就是啊 刚刚提到减持了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有另一种 就是刘强东 大举减持了京东健康 大家就很害怕了 刘强东减持了 今天就是京东健康就跌了差不多13%了 跌了6.5%左右 去到43.6%这些位置 就是你觉得京东健康这些是不是都是 就是没想到他了 京东健康你看到今天就跌了12.97% 现在不是3%好像 13% 13% 13% 43.6%这些位置 科技股呢 其实首选就一定是美团 京东 阿里巴巴 甚至 阿里巴巴都是后话 美团 京东 腾讯 这些这样的股份 你说 京东也叫二线头的一些 就是科技股 但是你看到其实波动性是非常之大的 我觉得呢 如果买的话 都是等他的股额消除了之后 然后才买 你看到京东 就算京东集团 他没有公司 他股价都不是很稳定的 其实现在只赔回240元 这些位置 京东健康更加 就是慘烈 其实有高位 由差不多 最高位去到198元 现在跌了下来 就是没有了 75% 有很多的了 所以来说一些科技股呢 我觉得他的波动性 和非常之大 还有 上了一些高位 股额一定非常之沉重 所以你说 是不是买入 那些人很喜欢 趁低级 吸了他的手货 你看到他吸了他的手货 我觉得机会呢 再反弹机会 就不是太大了 就算反弹回上去呢 其实沽压都依然是沉重的 所以你看到 很多内地的一些大股东呢 其实都是趁高位 就沽货的了 你看到是因为政策面 升了上去 其实大家都有同样的信念 这些政策面 都是uncertain的 都没确认的一个消息来源 是炒了上去之后呢 其实他们都趁机会 就去出了一些货 所以大家呢 我认为呢 都是不要跟随这些炒风去炒了 还有炒一些的 例如你说 京东健康啊 或者 阿里健康 这些股票呢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就不要乱炒 因为其实呢 股价 低处未算低 很多时 股价呢 即是他省回小时 有股价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810 就是一个例子 昨天呢 有些人说 咦 即是星期五 哇 这只 小米都 连一只小米都死猫蛋 会不会省回上去啊 然后说这只不用想啦 你每只都有一蛋 每只都派米 是他不派给他 是不是 所以你又 赌回来了 接着又被 印度那边 又罚钱 对啊 又罚7亿美元 不要罚钱 他资产那方面 好像扣字那样 类似 扣7亿美元 虽然不是多啦 他都 今年都没完没了的了 他都 其实都 不是被阿爷 不是被阿爷说 被美国搞 被印度搞 就是印度老搞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真是 小米 真是多了多难了 看来都 雷 雷军都 今年来说 股价 都挺难翻身的 自从他搞车之外 真是 没有好过 没人走的 三十多元 十多元 都没指到血了 连20天 亿平均线 都碰不到 不要说50天 亿平均线 所以 你小米真的可以玩笑 一只的了 那个恒生指导平均线 那里 不用看的 这东西 连续被人 再那么差 被人踢鬼 卖出去 也似的 好了 Karen 你提了一次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最有趣的就是昨天整个投资界都在这里讨论的了 就是马某和这个马某某 一个消息就弄到它就跌了9% 但是瞬间就反弹了上去的 因为这个马某和马某某的问题 那你觉得其实大家还是很害怕 就是阿里巴巴好像京东资料那样 就是有小小消息 都令他赌下去 那这些时间是否值得去买呢 还是你都觉得不如买腾讯 买京东好过了 看起来其实看到他4月25日 他说这个马某 马某 当时马某 是 勾结境外反华的最势力 同时煽动国家的罪恨 非常之 严重的 严重罪恨 这些可以死刑都似 这些在内地的话 所以来说股价 好害怕啊大家 对啊 插到你92元 真是阴工 所以这件事可以反映 大家对马某的信心有多大 就可以在这件事里反映 为什么第一时间来想到他呢 马某是否可能有其他马 就是个个去胜 只有他去胜 马化藤都可以的 马某某 所以来说其实对他的信心 其实真的非常之薄弱 所以来说他可能经常说错事 可能我觉得 一来自己又说错事 我觉得现在 现在Ean Musk也有个像他 就是想改变世界 是 改变这个宇宙 改变行情 未被人改变之前 就被人改变先了 就是要勞改才叫做 所以来说现在呢 我觉得 这件事就大家可以看得出 大家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股价 信心有多大 看回他的股价图 虽然之前来说 星期五那时 也就是了 想着大家看到 一起上升也很正常 他之前比内地那方面 就打得非常之厉害 这次还不 还不威火 你如果真是真了 这次升穿100元 还不上200元 各位都这样想 但是呢 又某某某又搞回他 而今天来说 又去90多元 看来呢 他升穿50天移动平均线 也有点困难 那么50天移动平均线 大概就是100元左右 升到100元 看款就真的行人止捕了 所以 如果有 持货的话呢 我觉得 在100元 就是捉住50天移动平均线 就是换一换马 换什么都好 你换腾讯也好 换美团又换京东都好 什么都好 你呢 就真的换一换马 他这样搞法呢 你们真是 十条命都不够死 我觉得 这样这样 只是连邦格都顶不信 这只股票 都要减持 走人了 所以你见到 阿里巴巴的业绩又不是真的 很飙轻 在说第一季 其实他都是 差不多持平 所以业绩的增长 其实呢 都不见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在内地的监管的情况之下 他都不敢怎么去大赢大钱 现在每间公司都是的 尤其是电商股 那你一赢大钱 又说你欺负第三方的合作方 又说你 垄断 对啊 敲诈那些商户的了 其实都 你哪个可以赢大赢大赢 要么就说 玩你反弄电法 你一定要来我那里 转 你不是我们那里就罚 可能给雙倍的 一个 叫做管理费 whatever 所以说 其实呢 阿里巴巴 其实今年都 就是怎么样 都是做得差 未来的 你说其实呢 你见到很多电商 其实呢 他们那个业绩 真是好一般的 你说要去回来 200多 不要说 2005 这些位置 都有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以后都 都想搞海外的一个电商的一个收入 想做回上去 靠海外的那方面 但是呢 你见到收购 又不是 又不是很 帮得手 是不是有做不到什么 见到他自己的那个阿里巴巴 其实做海外版 又的收入 仍然都是 就是比较 就是数字 都没有达到他的 要求 所以我觉得 未来来来说 增长点 他们其实都 都比较困难 你不像美团 美团都可以吃回老板 其实都可以 就是继续 走前 因为他有些东西 美团 例如 他们的一个 先果的一个 代送服务 美团社区团购 这些都有一个坚密在那里 但是阿里巴巴真的搞那么多 都搞不起 我认为 他将来的发展 这条路 是非常之难 我觉得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阿里巴巴 尤其他是一个 蒙头来说 他将来有机会 就比例如 这些 其他电商 追过都不企 阿里巴巴的电商 内地竞争又多了 就是 抖音 其他 什么小红书 全部都搞电商 Piopa 有观众想问一下你 例如 来着美国加息 大家都预认了 他肯定加的了 例如 汇丰和渣打 应该如何选择 两只 应该减哪只好呢 其实 最近 你见到加息 其实 股价都会 彈上去一些 例如 汇丰 彈上去 10天遥 本均市 51元 如果你说加息 对于这些海外银行 一定会受惠多 一些国内银行 二百八百 仍然 在一个大阳烛之后 上去高位 两只之间 我就会选 一只 渣打 银行 加息 其实很明显 他 在加息 前一个星期 就已经 彈上去 加上 他业绩也 出出了 其实他业绩也 做得挺不错的 所以 我认为 如果 他们两个 选择的话 我反而见到 股价来说 就一定 选 渣打 看到 其实 他也 有个回购 在这里 26万 英镑 的一个 回购 最近 回购了 大概 5万 股 我认为 看到 他 今年的 收入 今个季收入 也挺不错的 税前 增长 也有 7% 看到 也有赚了 税前 15亿 按年增长 4% 左右 如果 那个 息率 会有提升的话 对他们的 利润 那么多银行之中 渣打 也是一个受惠的 其中之一 所以我觉得渣打 有被继续上 所以 如果有货的话 可以继续持有着 如果没有货的话 应该什么位置 可以 买 渣打 如果渣打 没有货的话 可以考虑50天 要平均线 大概 52元左右 现在 差不多 是高位的 因为是加息 即是意识的 叫做前值 一定炒到这些 为止 我觉得 可能还有一阵 可能去分 58元 也不期 但是 如果加完息之后 其实 都叫做 放完烟花 其实这只股价 都可能会回落 大概 52元 这些位置 那时候才吸收 银行股 一定是大家 打算是一个 中长线部署 不要打算是用来 做短炒 拿着来 当 美团 那些十几个 优秀 那些是不会的 这些银行股 拿着 我觉得是一个 中长线部署 尤其这个经济 加息的周期 我都觉得 经常都有一只 叫做 这只银行股 是拍着 一个 叫做 portfolio 去上的 这个一定是 组合之中 所以 渣打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 留意着 50天线的位置 大概 51-52元 就可以 卖渣打了 另外 有观众想问一下 823元 就是领展 他也是打算收息 我觉得 领展 能否稳定 这个时刻 算是挺不错的 其实股价 相对是非常稳定 就算之前大跌市 3月16日 跌60元 现在也有10%的升幅 加息一定对这些 高息股 也有一定的帮助 其实 大家也会找一些 保本 防守性高的一些股票 来做 拍下去 大家也要扔了什么 扔了一些科技股 这些股票 如果中长线来说 我觉得领截 仍然都非常贺取 你看看 其实现在股价 也要扔了67元 看回 他那个 暂时来说 他的股价 就是67元左右 他的息率 也有4.200厘左右 也算挺不错的 看到其实 他的股价 也是陪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仍然在这个位置 可以试一试的 大概67元 这些位置 可以试一试 那上网 其实可能 都是说 72元 这些位置 所以 我觉得防守性高的部分 这些是其中之一 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这些股价 可以升一点 可以赚一下 手 就可以收一下 息 对了 收回息 另外 就是想问一下你 煤气 就是以往很多人 努一辈的 就是会买煤气 来收红股 收下股息 但是股价是11.9元 因为他不派红股 就1 然后就跌到8.69元 这些位置 那这些价钱 你觉得用来收息好吗 收皮 哈哈哈哈 这些股价 低开之后 就一直跌下来 跌下来那些股价 看着他的股价 即是是什么 是一些机构 机构 是机构 机构 所以其实看到 股价都 你这样 赌下来 是不是 逐点逐点 一阵一阵 赌下来 很明显 一些机构 就不断 沽货出来 现在只剩下3厘多了 现在 现在 息率了 3厘多大把选择 就算刚才的链剪 都 4厘多了 是吧 狂股 随便找一只 我也6厘了 是吧 就是健康 是吧 现在 中海有10厘 是吧 你说1088 神华有10厘 那你这些真是失失 3厘多 又防守性不强 即是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所以呢 很多机构 就拿它来换 换马 换马 真的 真的 不要搞这些话 要升上去 是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现在 好像有少少止血 但我觉得升上去的难度 是非常非常之高 裂口都不知道 是否能够回 今年来说 你换回10元 都是很困难的事 那这只呢 尽早 即是去回9元 这些位置 看看指挥了它 就算了 很多人都想着 这些防守性高的壶 就先放在这里 跟它斗磨 但是呢 跟它斗磨 只是磨自己的岁月 一定不够时间 去墙的 所以 我觉得 这只煤气 就不要再搞了 你看到 一些美丽的位置 就止蚀 就离场了 其实这些股票呢 其实第一日呢 你见到 它不升上去 在列口这么高的位置 下来呢 如果第一口呢 第二口呢 你不升上去呢 就已经差不多是完全 很难呢 你看到第一 第二口呢 它沽得那么狠之后呢 扯上去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少见的 除非有些什么 大户 基金佬 你又 因为你买了这只股票 大家想想一下 是什么人买的 要不就退休人士 对不对 要不就是一些基金 一些长线投资的基金 你是什么短线的那些 就是 契妈 Cavin Wood 这些契妈 当然不会买这些 有很多选择 买这些肯定是防守性 就是退休基金 那你退休基金 是什么 其实都是吃息 那你见到息率这么低 是不是 又不太特别息 就是换你马 所以你买出去的话 你就找个第二只 其实都说 你看到一会这样沽下去 你们自己都要看着 自己的组织 自己的仓位 就是 到这些位置 其实都还有机会再跌 就是不要说它跌定了 现在是未必的 因为息率这么低 你想想一下 如果它合理价 应该是4厘多 那它还有 潜在跌 可能还有10%都不期的 那你连3月14日 那时候反弹了 它都不弹上去 就是证明这些 股票呢 这些机构呢 仍然在估货的 所以大家小心点 是的 那我们其实买个 美国10年提的 那个国债 都有差不多3厘的息 他说无风险 都有3厘的息 那一些人 可能就未必去 宁愿选择了10厘的 10厘期债 都不够放在煤气 而且现在的加息周期 你加息周期的话 很多的息率都会提升 所以你这些完全 已经不吸引了 很多类似本地的一些基金 都不会再选择这一只 就算是一些新建仓的基金 都不会选择这一只 Cover 刚刚见你提了一只中海油 那我们看一看 中海油有派特别色 特别色就加上1.18厘的 加加上 它的息率 现在好像去到13厘的 中海油去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又觉得用来收息好 还是博它油价 如果可以去 那就可以查一转呢 两转都可以了 你收息又可以 加息又齐清 这只我都有持有 那为什么我又会买呢 第一它又派高息 那上年度其实它已经说了 说会找数的了 因为其实A股上市也都影响 就是它又暂时不派息 都会等它上了市 都签派息了 那些国企就很均真的 信誉很高的 说明它会派 第一季就派给你了 第一它们的业绩又升了上去了 看到它的业绩又升了七十几个% 是不是 首贵的业绩 那你见到其实它们每统油的成本 炼油的成本大概三十几元左右 那你见到这个毛利 如果 暴利 是的暴利 那你整七十几元 现在布拉特旗又差不多 一百元 那七十几元的一个毛利 那是非常之厉害的了 所以来说其实今年来说 如果油价不放下来 我觉得中海油仍然都会上升 虽然你看到现在烏鹅局势 真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停火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油价 油价根本就要下来的机会就不太大了 如果烏鹅局势仍然逢来逢去的话 那些油价都不会跌到哪里 那所以 还加上一个特别高息之下 那其实呢 这些资源的股份呢 我觉得都重要 值得大家去留意 尤其是八八三 八八三刚才说过 也要派高息 还有它A估计现在多少钱 好像在做17元 它日价好像有四成多 不止啊 好像我看 17元啊 人民币 那你只是已经17元了 是不是都没算过 人民币 对啊 那会来一个差价 那加上可能接近20元 20元和现在 你见到的 就是discount了很多的了 那你见到A 857来说 你相比之下 857的话 它现在呢 就是在做 大概 12.8 9.2左右了 那你见到A股是在做多少钱 大概5.3左右 那discount都没那么厉害啊 那所以来说 我觉得 883有机会就追上去的 那所以呢 883仍然是挺好的一个股票 那但是呢 它那个高位呢 大概现在 还在做11.7元 要冲破这个位呢 才有机会上去 因为呢 近期一个高位呢 很多时候都冲到这个位呢 11.7元 这些位置就上破不了的 是的 我觉得呢 在短期之内 有机会冲回上去 还有现在的有价呢 都叫做呢 占签即是叫做稳定 都是100元留上的 那你仗又没打完 是不是呢 所以呢 它要跌下来的 机会就不太大了 那所以呢 可以看着这个阻力位 11.7这个位置 还有力呢 冲破去12元 还不知更高这些位置 那所以大家呢 这只股票就要 耐心一点点了 那如果未买的 投资者就想去骂一下 这些又想赚一下价 又想赚一下息 那应该什么位置买好呢 10个零多这些位置 是升级的位置的了 已经是10个零六 10个零七这些位置 明天会有机会跌一跌 又再扯上去 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因为始终A股呢 就是上一个交易 我记得 涨停了 升停板也是在内地 A股 H股来说 都是升级5%了 所以有机会 港股有权 如果A股再升的话 它一定会追回落后的 内地的民众 就很喜欢这一只883 那和一些新股 他们特别是喜欢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扯高 再高一点 所以大家这只股血 我觉得 店都会留意一下 好了 大概十个几个位置 十个七 十个八 其实这些都可以考虑 就是大概十天线的位置 好了 那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很感谢Kelvin 和我们解答了观众的问题 和分析大市的走势 那我们下星期再和Kelvin聊天 Kelvin我们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